好,先拆開哈比電幕 然後是一道我們做穿桿的洞口 邊穿邊組裝 這樣他們就會接一下 前面的... 做順桿的洞口 到底端的話 這個桿圍插到這個面 接下來我們要做引柱彎曲的動作 我們可以先把這自帶放鬆 會比較好穿 然後要做拉緊的動作 好,現在我們把哈比 這自帶扣起來 他就會呈現一個拱旗 然後打上四根銀釘 打上我們的銀釘 穿完拱旗之後 在兩側的腳點 打上我們的銀釘 OK 這樣打到這兩個點的時候 就可以把哈比 立起 這樣他就不會倒了 這樣 這樣我們可以看出 只要哈比 穿完拱旗 打上四根銀釘 他就不會倒 好 我們可以抓著銀柱 先 先步 在我們的銀繩 好 然後 我們就能去看到 銀釘的位置 接下來 打完銀釘 調整 那等一下哈比 就不會倒了 接下來再慢慢的 搭上其他的三個銀釘 OK,然後 釘直的位置很簡單 當撐起銀柱的時候 就大概斜走三步的距離 就銀釘的位置 然後可以拿到我們的銀釘 扣上我們的銀柱 調截片的調法 再截的背向 然後扣上我們的銀釘 然後 這隻手往下抓 讓他一個空間 這隻手往上調 往上調 柱子些許傾斜 柱子不要抹的 抬起來 往中間放 這樣 表面張力就會很好 然後如果遇到風 煞大或下雨的時候 我們還可以做個 拉水線的動作 只要是風大 多拉了這裡 就會增加抗風 下雨增加排水的速度 調整一樣 當然哈比就搭建完成 吃的 一會兒 有一點 水 那 那